我突然間第一次透過一位基督徒的朋友跟我來去分享 阿耀不如你嘗試一下福音解讀 我用一個懷疑的心態 就進去浪旗那裡 可能在在有些朋友都可能會認識 在我入村的當中我覺得很辛苦 進去什麼都沒有 現在社會上網有電視 完全進去完全沒有電 但是我當時很感恩 神真是讓我能夠去 可以捱過了那段的日子 但是我當我再次面對社會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認真地來去捉緊這個信仰的時候 大約是兩年左右 我又再用毒品來去拉上關係 更加的變本加厲 出出入入監房介護所 完全連家人對我拆身 好像當我一個默奴人 但是我記得聖經裡面有一句 即是我不斷地去問自己 聖經裡面有一句說話 你要專心養賴耶和華 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我就不斷地問自己 所以我要的人生 是不是就是為了戒毒吸毒 戒毒吸毒 因為神說過 我們只要依靠他的時候 就會有盼望 在我信耶穌那個經歷裡面 其實在人的眼裡 好像以為我現在什麼都沒有 但其實神給我很多 首先我和我家人的關係 破驚重遇 以前的關係完全是大難都搞不完 但今天我會和他喝茶 吃飯 雖然這麼簡單的一頓茶 或者一頓飯 但是我看到他們面上的笑容 給我很大的支持 還有我更加的有機會 在繼續的 在戶外裡面 來的去服侍一班的年輕人 用自己的經歷 來的去幫他們 也都幫到自己 更加的一件事就是 在大約兩年多前 因為我吸毒的緣故 演唱了一種的 就是等於肝炎 但是神再一次地在我身上 張演一個神跡 醫生跟我說 在我接受了那個療程裡面 頭兩次 很奇妙 我高出常人的十倍 那個酵素 應該是二百多 我沒有記住 但是一試了兩針之後 突然一跌跌到四十幾 再試多兩針之後 變回一個正常 然後醫生問我 黃先生你有沒有看過其他的藥 我說沒有 我只是靠祈禱去幫自己 也都透過一些弟兄姊妹 來幫我祈禱 在神裡面 我相信了耶穌之後 祂給我很多東西 我有教會的生活 我更加的開心就是 受振加入了教會 去跟一班弟兄姊妹 來去服侍 給錢的來去鼓勵 阿神更加去為我預備 一位很愛著的女朋友 在我身邊 不斷的來去支持我 去扶持我 因為我當然更加的 有信心 有能力去繼續走下去 我都盼望透過少少的分享 能夠去帶給大家 一些的鼓勵 祝福 神很公平的 祂愛每一個 祂是會愛到底的 祂不會說愛一下 來去撇下我們 所以 都少少的祝福 來去把自己的分享 人生的經歷 來帶給大家 最好 明天有眾將都 歹翻給我們的 天神的福祉 謝謝大家 謝謝